中文字幕 李宗盛 Visa Hopping 很多人透过不同签证的转换 希望能够在澳洲的时间 而这些签证 或者他们在澳洲来说 可能甚至从事不发活动 或者是不会提供到一些经济效益 你可以说有 也可以说没有 为什么会说没有呢 我首先说 因为今次针对一些临时签证 今次的措施就是一些旅游签证的人 不容许在七月之后 持有旅游签证的话 你是不可以申请学生签证的 也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 毕业生签证 有些朋友毕业生签证之后 发觉找不到什么发展的时候 又想回去继续读书 延长他们在澳洲的时间 这也是对于一些暂居签证的人的影响 其实这些签证因为移民局一向都不是预计 你会移民的一些签证 就是你拿着旅游签证 你应该来旅游而已 他不预计原来本身是有一个移民的意图 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说 是将原先的政策更加收紧的意思 举个例子 他一个学生签证结束了 他又未找到其他的签证字 或者他未符合申请其他的签证 我们也见过 他们会考虑 不如申请旅游签证 再去找另一个读书的途径 但过了七月之后 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 就变成一个陷阱了 这次来说 最大的影响 并不是Hong Kong Stream本身有改变 但你可以踏入Hong Kong Stream 这一个门槛 可以说是收紧了 如果想着透过上诉 将来可以获得一个学生签证 基本上这个途径 是完全可以封杀了 是很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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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